第二组是两代偶像的交锋 是后生对前辈的讨教 他们俩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表演 他们都是为了苏友鸿而来 小虎队真的算是我的童年回忆 他们的声音陪伴那种成长 陈志鹏 人们说他长得太像张国荣了 小张国荣 从出道开始就是做歌手 然后中间做演员嘛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赶快溜出宫去 然后再回来又是这一次 做回歌手的身份 然后大家又重新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挺幸福的 大家都没到是吧 您是第一个到达的 那我是早起跟鸟儿有饭吃 这个经典声音集结史 那肯定就要抽这些奶瓶了 他唱什么呢 大田后生仔 好像在网络上特别火的一首歌 就只剩最后一个了吧 大田后生仔 大家好我是Ryce 姚琛 姚琛呢他是Ryce当中的一员 他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 去年的夏令营里面 很用心的一起走过了三个月 同学大家好 好 你的小眼睛到底应该盯哪 你刚才刺身看的哪 我试验看了自己的手 我又比你更有感染力 我满腹要说的话都没人听到 地板下角身中 我刚才会给你这相机 看到的都是大大大前辈 我就刚出道的一个新人 紧张得不得了 老赵 老师好 我是来自Ryce的姚琛 你好 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志鹏 别那么尴尬 没有 我蛮期待他做我的对手 因为毕竟过去都是团体出来 所以我觉得后生可畏 陈志鹏老师跟苏老师差不多 可能稍微温柔 然后暖心一点的那种前辈 泽郎几西郎二 快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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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挖就是快乐的意思 闽南语太烫口了 就像吃了火锅之后 嘴巴很辣的那种感觉 然后说不清话的那种 你要让我短时间说的很标准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这个不唱对不对 对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意思 就是very interesting 对 因为编曲后面改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 不适合 对不在拍子里面了 老师我那个还可以 所以我的rap部分 还可以看听一遍 因为我刚刚听到 有几个back up 跟double的 排名有点不太对 我试一遍 最重要 我中心梦想 没烦恼 我们生活多累 多难熬 I don't care about that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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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抓他们那个动作 就是如果来不及做这些 就是我 老师就是蓝筋 我是海豚 大家都在一片海域 但是老师可能就是稳住 游 但我的话就是能蹦跶跶跶跶的那种 比较欢快一点 因为紧张的不得了 哈哈 感觉他们很厉害的样子 姚晨这小孩特别有想法 比我当时那个年纪还好 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是我出道以来的 第一个这么大的舞台 对我是一个考验 也是给我的一个机会吧 希望在舞台上 我们都能互相把对方干掉 唱响天思惊群 唱响有机生活 让我们进入经典唱响时刻 这个酷 这个酷 一个你的学生 一个多年的伙伴 美的演唱响浪 预 deduction 那到了 这个能力的 让人有一言 很接著 能量的 效果 我 обрат的 感觉 不在意 红色 什么 东西 却 Let Dad 巢 Huh 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田邪 山里很多的乡镇 他们都很团结 东街口的路边 有很多拿叉点 00后的同学 他不会说放言 走浪骑西浪 看我没几天 这条大路走两方 驾驿都驾驾驶 不驾不驾就不驾 我是后三驾 风大雨大 里头大 不就是个爬顶 哎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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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车来了 回来每一天最重要 我的终极梦想没烦恼 不管生活多累多难熬 I don't care about that 我笑一笑 笑一笑 笑一笑 跑一跳跳一跳 都忘掉 放在热水浴缸 跑一跑 接着饭嘛 把生活都没可以找到 I feel so cool when I think about a dream I feel so cool when I think you're gonna fly 别人关注一些 别人关注一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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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大城开信号 活着出发力尘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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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 走到夕湿楼 会往我回家 走到夕湿楼 正教大路走两方 一路过去酒吧 你凹凹凸凸凹凸凸凸凸凸凸凹 荒段荒段里头段 我就是在旁边 走路就是人 推我往回港 就叫大路走人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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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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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好生竟 荒段荒段里头段 我就是在旁边 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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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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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 陈志鹏 姚琛 各位晚上好 终于 终于演完了 紧张感终于可以放下了 对 刚刚在后台 他一直问我说 怎么办 他好紧张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我特别紧张 所以我就鼓励他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就是在后台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放松 是的 是的 来来来 姚琛 你都怎么叫那个志鹏哥的 我叫的陈志鹏老师 来 我现在告诉你该怎么叫 快叫二师伯 二师伯 二师伯好 真的是二师伯 因为乱斯姚琛是苏友鹏 在另外一档节目里面的学员 对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夏令营认识的 收的徒弟 你看 从头到尾苏友鹏都在站着 你一直站着 你来了我怎么敢坐的 不敢 那放松点 那坐着吧 有朋友 你现在看到他们两个人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你们节目挺狠的 很难选择啊 很难选择 我一开始我其实眼睛是看这边的 看到姚琛上 姚琛可以 不错 一看这边 哇 二哥来了 我一看他我就特别激动 我在台下里面是真的没办法 我一听他唱歌我就会热泪盈眶 他刚刚还没有出他的第一个字 还没有唱你就已经受不了了 我就看他再起来了 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觉得我们俩抱一下吧 就是我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来捧我的场 他演唱会了我也去了 好帅哦 现在好有情哦 不只唱歌好 谢谢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就聊起来了 我们就聊起来了 我小时候追过两次星 一次是L.A. Boys 另外一次就是 小舞队 那时候怎么追 我是去签售会 不是货柜演唱会 是签售会 是签售会 然后我就看 就是所有人都在追星的时候 我就跟着一起跑过去 我就好想要看到你们 结果你们好远 就看不到 这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 但是今天看到您的时候 我也没说 别 您 哦 您生气了 对不起 赵老师你这样子有点不厚道 您 OK 我也要表白一件事 我也要承认一件事 两位前辈啊 你们也是影响了我 因为我的第一张专辑 就找了李子恒老师 那个时候他们就说 这位老师就是帮小虎队写歌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哇 我有这个荣幸啊 就可以跟小虎队的一个 作词作曲人一起合作 那我也表白一件好了 对 我直接用唱的好了 来啊 嗯 我代表我真的从小 听这个卡带长大的 周末午夜的徘徊 快到青苹果云来 欢迎流浪的小孩 不要再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喊 将寂寞午夜说拜拜 哎 让你的心我的心传一传 传一座幸运草 传一个同行园 等两路里来回来的梦幻 让青春做个伴 大田厚生在 我其实很想来唱一遍前面四句好不好 来 当然可以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我 好 好 太好了 好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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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头大 我就是感怕变 就是要快乐地活一辈子这样 做人一世啊 就快乐并不多 对 然后一条大路其实有两边走 然后看你要走哪一边 有很多的选择 对对对 不怕不怕 我不怕 我是个后生仔 就是我是一个少年人 年轻人 风大雨大 太阳大 我就是敢打拼 对 然后我要谢谢 就是今天这首歌的编曲老师 给我这样的一个 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 独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能够把声音唱出来 姚琛啊 刚才 老师啊 我们说唱的是后生仔 你真的是这个舞台上的后生仔 是的 你应该比我们这个同龄差不多七零后要小好多好几十岁吧 那在这舞台上 你教的这份答卷 面对着曾经自己的老师 你有什么期待 其实我就想说真的真的很感谢苏老师 因为苏老师才有今天的这个舞台 因为他在我人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出现了 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转折点的一个贵人 然后我现在就还记得他在营里面 给我们买的烧鸡 对 然后还有 其实苏老师 我在这儿是叫他苏老师 但是在私底下他不让我这样叫 怎么叫 不是不是不是 也不准叫苏爸爸 就是只能叫友朋哥 友朋哥 对 因为在私底下如果叫他苏爸爸或者苏老师他就会生气的 因为 太严肃 对 太严肃 然后他是想真的是当家人一样 然后他是亲兄弟朋友的那种感觉 这我一直以为这个姚晨只会重庆化的这个rap 这个闽南话对你来讲挺厉害啊 这个真的 昨天学的时候真的是比重庆火锅还辣这个 太烫口了 来来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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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段闽南话来来来 这人这些人啊 快要吗鬼港 这条大路着栏吧 噩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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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欧山驾 红打后打里头打 我就是个呸呸 就 老师可能听不懂是什么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真的吗 真的要说实话 好 我想问陈志鹏老师的一点是 你为什么要来 你感受到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昨天我们在钱财的时候 他们就在问说 哇 你十年没上过节目了 我心里想是我不红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很多心情的这个波折 你就不想去上节目怎么了 你就想去做音乐怎么了 你就好好去生活怎么了 就是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我出现了 就这么简单 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有看到 我的新闻 比如说我在走秀的时候 那个照片 大家都会说什么腰 当他告诉我说 这个装一定要很夸张 我能说不吗 我能说不穿吗 不行 做秀场的我 那就是秀场的我 做歌手 要回到歌手的本分 Rice 姚琛 能不能说一说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所有朋友 其实我就想说 真的真的很感谢苏老师 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转折点的一个贵人 因为苏老师才有今天的这个舞台 我们也是刚出来刚出道 外界会有一些声音说 啊 为什么还是不太行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 对对对 要对自己有自信 外界没什么质疑 在我眼里看起来 你都不停地在挑战自己 变成更好的自己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这位五朋友 你现在心中有没有选择 或者更倾向于谁 我有点纠结 我有点纠结 音乐建场团 那边好像在热切地讨论 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 包括如果你们是有风的话 你们怎么选择 你们两个带给我们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根本听不见其他的缺点 最重要是我们跟着你一起呼吸 如果硬要讲的话 我觉得我有一点想要建议姚琛 我觉得你的节奏非常好 可是你的动作稍微软了 然后他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说的 完全打出去 好 谢谢老师 会努力 来 我这边有 这个苏老师有话要说 我这个 对 因为面对前辈的指点 其实姚琛他向来他们习惯 他一定会都会说谢谢老师 可是你真的错了 他超炸的 来 可不可以给我们30秒 给姚琛来一段solo的机会 加试一下是吧 来 好 竟然有人说你跳舞太软 好 放开来一次 1 Stephen 3 2 2 3 1 1 2 2 2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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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黄老师这样子可以吗 非常好 谢谢黄老师 我其实希望听到我们的二师伯 我想唱一首歌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手的歌曲 那直接来吧 我直接来 我就是我 哥哥的歌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枪尾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身放得 赤裸裸 这志鹏真的音乐是可以瞬间把一个人带到另外一个时空啊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在车上的副驾驶座 开车的就是张国荣 他带了一个长头发 这个扮相是Jean Paul Gaultier 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 给他设计的一个印第安人 这个角色呈现在他的舞台上 希望被尊重 但是那个时候媒体就是觉得说 你这个长头发就是一个反串 他觉得这个是一种侮辱 因为勇敢的艺人啊 就是会有这些舆论 加油吧 对 你很棒 对于友鹏来讲 您知道哪个选择我们都理解 所以此刻是你做选择的时候 然后把CD交给我 很难选择啊 很难选择 本来应该是苏友鹏先把这个选择做好交到我手中 但咱们换一个逻辑 另外三位合伙人先表个态 你们要不要抢人 我肯定不抢啊 我自己肯定是不选的啦 我也不抢啦 我就丢回去给这个友鹏哥 我的话我也不选 没有人抢 曾经的队友和自己的徒弟 很难选择啊 很难选择 撇开这个情感因素 或是大家的期待啊 就是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艺人 非常优秀的舞台王者 一定要我选择一个 让另外一个人就离开 其实很可惜 对啊 是啊 那我这次可以表演两首歌吗 不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做好选择了吗 我跟 要不我 我还在纠结 我跟二哥商量一下好不好 你跟我商量一下是吗 对 我们其实也都 嗯 唱了很多年了 对对 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 嗯 呀 所以 其实小朋友他常常 嗯 他们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机会 你 OK吗 我没问题 因为跟他合作到这个大田后生仔的时候 我觉得 已经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能够把声音再跟大家分享 也挺快乐的 我收到了 他还是我认识的二哥 非常感动 大气 OK 这样吧 你就直接亮给我们吧 我就不走这个流程了 好吗 你们节目真的很烦人 真的很烦人 一 二 一 陈志鹏 哎 还是我啊 我刚刚那个话说了一半没说完 因为叽叽娃娃对他们很不错 他们未来需要很多机会 也代表他们将会有很多机会 可是我跟二哥同台 我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 好 这个好漂亮 掌声再次送给二位 杨春加油 杨春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让我更加地相信自己 这次回去之后 我要狂努力 狂练 狂学习 争取下一次再见到苏老师的时候 给他一个完全不错的